天亮之后 我让小男孩带着猴群环脑跑步 训练他们的耐力 小男孩以后跟我混 必须拥有一个强壮的体魄 看着我的花果山如今朝气蓬勃 我非常欣慰 而我今天也有事情要做 如今家里多了个小男孩 急需要扩大规模 火山那里有大量的金属矿和石头 我要过去采集一些 而且小男孩还对我说过 他胡萝卜里的那个最强男人 曾经前往火山闯荡 结果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这也引发了我的好奇 正好矿石就在火山 这一趟出去我顺路查看一下 骑着石旧飞行了好久 终于到了 火山口依旧很沸腾 往下看去无比惊险 岩浆的热流直往上冒 还好水塔在我身上 帮我吸收了大部分的热量 来到这里必须万分小心 这要是一不小心掉入岩浆 我怕是要直接变成一股青烟 升入蓝天了 我在推测那个最强男人失踪的原因 想必应该也是在这里遇难了吧 算了不提了 这一趟出门有点着急 我忘了带我的甲龙 没有他的帮助 只能靠双手了 开发 挖掘了不知多久 我突然发现不远处 有生物在打架 走近点看 原来是几只剑齿虎 在围攻一头犀牛 准确地说 是一头犀牛怪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犀牛怪虽然被围攻 但是丝毫不落下风 没过多久 这群剑齿虎就被打趴下了 所谓欲棒相争 鱼翁得利 我趁犀牛怪没有防备 直接将它打晕 抓紧驯服了它 瞧瞧这大大的犀牛脚 结实的肌肉 这就是力量的象征 左勾拳 右勾拳 拳拳到肉 想必这只犀牛怪 和我的鲨鱼怪一样 也是修炼了千年 才幻化成人形 而且我直接骑成 就变成了它的模样 现在我就是犀牛怪了 既然如此 那必须要试试拳脚 还记得几个月前 在火山遇见的虎头人吗 那次过来被打得爆头数算 我还历历在目 也是我在方舟里 为数不多的败仗 如今我想再次挑战它 火山周围的虎头人有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那一只 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干 虽然我虎头人手持双刀 但架不住我皮操肉后 它一刀 我一拳 场面极度混乱 沙包大的拳头打在它的身上 直接将它打出内伤 犀牛怪还能手持人类的武器 我直接拿出木棒 将虎头人敲晕 顺刀一起把它驯服了 一下子就多出两个生物 我非常开心 接下来我骑着犀牛怪开始挖矿 就在我准备收工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块牌子 好像是育儿留下来的 上面写着 云哥 你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进入火山底部的洞穴了 传说那里充满着秘密 跟你闯荡了那么久 我也很想成为一名探险家 所以这次 我先自己去了 你可得快点来找我哦 不要让小伙伴们笑话你 对了 我还跟你留了一身衣服 记得穿上哦 育儿留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我找了育儿这么多天 没想到这丫头居然 抛下我 自己闯荡新世界去了 害我白在方舟大陆苦苦寻找 让我落下了进度 那么育儿既然安全 我也就放心了 她还给我留了一身衣服 赶紧穿上 这一身牛仔装 简直帅呆了 没想到育儿品味还挺好 这身衣服非常适合 我探险家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 也必须抓紧时间闯荡了 育儿 虽然你走在了我的前面 但是我也会加倍努力 追上你的脚步 最强男人 还有育儿 不都是来火山口闯荡的吗 那我也去瞧瞧 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骑着师救来到了火山口底部 原来这里有一扇巨大的金属门 想要开启需要收集三个战力品 分别是 蜘蛛boss 金刚boss 还有喷火龙boss 如今我有了两个 只差喷火龙boss的战力品了 看来必须要集结恐龙部队 去闯荡一下洪荡州了 不过我非常好奇 这几个boss对付起来并不简单 育儿的能力为何提升得这么快 等见到他的时候 得问个清楚 天快要黑了 我打算回家集结恐龙 明天再继续 如今育儿下落知晓 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今天还驯服了犀牛怪 算是双喜临门 接下来我要加快进度 继续闯荡方舟 期待跟育儿相见的那一天